校园里头放保险套的贩卖机 不晓得大家怎么看这件事情啊 在世新大学就多了一个这样的贩卖机 大家说这边成了新景点 每天都有人在这边拍照上传脸书 不过让人比较觉得讶异的是 其实贩卖机才上架一个星期的时间 里头120个保险套统统卖光了 投贩卖机但不好意思 全都卖完了 同学十分的失望 世新大学在学校内增设了保险套贩卖机 做法前卫 不过才上架七天 120个保险套统统卖光光 哪一个礼拜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大学生那么多 而且大家都18岁以上 是蛮快 可是可以被预期 生理需求很正常 不过销售速度之快 同学们都觉得很夸张 而贩卖机也成为校园的新景点 不少人都好奇的拿起手机拍照上传 在网络上掀起话题 校方强调在校园内增设保险套贩卖机 是十分健康的政策 去年北市卫生局爱字的通报人口 有48%就是15到24岁的年龄 学校的作风开放 不过不少同学看到了 还是觉得很害羞 因为我是个蛮保守的 就是被别人 就是感觉很多人会看 就是会注意 感觉 想买还得掩人而目 但学校的前卫作风 已经引起了话题 就是会注意 就是会注意 谢谢大家